射擊指揮所一火機中心要求下達射擊命令 炮班隨即執行實彈射擊 現場炮聲鎮耳欲聾 煙消灰四起伴隨擊中海上目標區 漸騎的沖沖水柱 場面十分壯觀 陸軍第十軍團在7號和8號來到台中翻載聊陣地 實施年度的重炮保養射擊任務 這回射擊武器分別是M110A2自九炮十二門 和M109A2自走炮十八門 預計兩天一共射擊六十發 除了驗證平時武器裝備維護的狀況 同時也展現國軍堅強的防衛能力 而就在射擊任務執行的前一晚 共軍從六號晚間六點半開始 陸續出動二十一架次共機出海活動 其中十八架次漁越台灣海峽中線和其延伸線 進入周邊空域 對如此挑釁的行為 國防部第一時間也嚴密掌握